現在的英國周圍都是香港人 現在的香港周圍都是大陸人 那個感覺好像有點複雜 以前是去英國 比如我去倫敦多 多數都是看到周圍的大陸人 反而現在大陸人就少了 不知道是不是它閘著了不讓人出去 香港就很多見開甚至有些認識的 都已經去了英國 但是在香港反而反過來 如果你走一些鬧事的中環那些 你知道最近都不斷瘋狂輸入那些所謂的專才 大量溝淡這裡 大規模放那些人下來 接著這裡的人就排擠了出去 結果就是撞口撞臉都是那些惡口惡臉 就是不太懂那些 或者那個感覺好像可以在大陸那樣 不是一些熟口臉的人 我想最大的分別就是這樣 博士知道你風唇婆婆回到英國了 回到香港有一段時間了 其實感覺有什麼變化?是不是一切都依舊呢? 其實兩邊都是走來走去的 這次和上次不是距離很長時間而已 幾個月而已 實在看不到什麼很大變化 不過那些東西是貴了很多 如果你說真的天天看著那個價錢牌 就可能不是這麼角色 隔一段時間看就都看到很多東西都貴了 其實通脹這件事都不只是美國、英國的 你真的在香港都很厲害 雖然那個排面數字反映不了 那你在香港會開心一些?還是在英國會開心一些? 這些看你個人而已 但是整體的感覺就是 現在的英國就周圍都是香港人 現在的香港周圍都是大陸人 那個感覺好像有點複雜的 以前來講是去英國 比如我去倫敦多 多數都是見到周圍的大陸人 反而現在大陸人就少了 不知道是不是它閘著了不讓人出去 香港就很多見開甚至有些認識的 都已經是去了英國 但是在香港反而反過來 如果你走一些鬧事的中環那些 你至最近都不斷瘋狂輸入那些所謂的專才 大量溝淡這裡 就是大規模放那些人下來 接著這裡的人就排擠了出去 結果就是撞口撞臉都是那些惡惡惡臉 就是不是很認識的那些 或者那個感覺好像可以在大陸那樣 就是不是一些熟口面的人 我想最大的分別就是這樣 有一點開始陌生的感覺 雖然你說整個環境其實理論上是一樣的 我想再加一段時間 如果有些人不是說幾個月 可能是長一些 可能幾年這樣再回來的話 你可能見到整個面貌都不同了 那我講一些經濟話題了 那博士都知道了去年5月份開始了 美國就開始還有一個加息的租期 那根管國就為了向港元的連續慰勞 已經46次折港元的沽盤了 現在差不多香港的銀行體系的那個結餘 加上700億 2008年那個時候都是2000億 那時候都說跌穿了一個境界線 那現在只剩下700億 那這個是不是真的有些什麼風險呢? 銀行結餘呢? 我從來沒有聽過境界線的 不知道給你聽回來的 因為以前有很長時間銀行都沒有結餘的 沒有結餘都沒有問題的 就是如果你那個市場是正常的 就是沒有什麼危機的話呢 你沒有結餘 就是代表那個銀行的資金是運用得比較有效率 比較充分 就是回來的錢都可以叫做出得到去 那你銀行其實左手來右手去 如果你回來的錢出得到去 不用剩下的體系上 那其實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甚至某程度上說 如果你的銀行結餘 就是如果在好境之下 拿得比較緊 是沒有結餘的那些位置呢 那很可能很多錢就是 真的進了實際經濟 或者是去了信貸市場 或者進了金融市場 就是我想十多年前都發生過這些現象 就是那時候的經濟是挺好的 市場也挺好的 所以那個結餘呢 零不是問題的 我沒有聽過 就是我做這麼多年銀行 我沒有聽過說有什麼境界線 但是如果你那個情況不是說經濟很好 或者市場很好 而是說就是好像現在這樣 現在不是說很差 但是你是靠金管高去抽走銀行 如果香港體系的那些港幣結餘 去叫做撐回那個息差呢 那就可能是有一點點問題 問題就是呢 如果香港那個資金進出是真是 相對自由和相對量大的話呢 就是一般來說 你叫了掛美金 那個市場又相信你 就不應該是那個美港的利息差 就是利息差會這麼寬的 就是寬到很大的距離 就是大到一、兩厘米 但是如果 就是你有一個套凳機制 但是也套不到市場是不是很肯套的 那一會兒就OK了 但是長期呈現這個情況 可能是反映著有些變化了 就是一個可能的變化就是 你現在那些 就是美金的進出 其實已經不是那麼大規模那麼大量 就是如果你正常來說 你美金進出大規模大量 你美息那個市場在香港來說是活躍的 是活躍的 港式也是活躍的 就是兩者應該是套到 就是港美息差一樣的 那如果你美金的進出不是那麼活躍的時候 那你的套凳那個功能就會相對差了 就是你現在整天在說那些資金流 都是北水、南水 就是南北水不是東西水 南北水其實是你跟人民幣套 就是如果你做跟人民幣套 這個就不是聯會的機制 聯會的機制是說美港兩隻貨幣 不是港人兩隻貨幣 那如果你美港兩隻貨幣的話 那個美金的流通量不是很足夠 或者不是很足夠的時候 就可能呈現這種情況 那第二就是 如果你說在最近的港 就是長期來說 那個港式是不追上去的 那不追上去 那可能也都反映著 就是那個 港資浸著那些錢 那你港資浸著那些錢 當然你可以兩看的 你說很多錢進來 如果很多錢進來 真的想著買東西 那都可以 但是如果那些錢整天進來 因為美港息差都闊了一段時間 那進來又不買東西 那那些錢在那裡做什麼呢 就是以前來說進來 不久是買東西的 比如說十幾年前這樣 我當時是計算的 如果你說美式港式那樣走 那走了之後 大家兩個月左右市場就升了 那你現在很明顯又不是這樣了 就是那個港式又淋了一段時間 那些錢是窄了在那裡 窄了在那裡 但是市場又不升的 那你說是不是很多錢進了實體經濟 又不是很覺得是 那你是不是很多錢進去做生意 看這個款式又不像 那就是如果你從蛛絲馬跡 那不是純粹看樣子的 就是數據都看到的 數據是不是反映了很多錢 進了實體經濟 是不是進了這個營商的活動 其實這些數據看不到你的現象 那你錢窄在那裡做什麼呢 好像沒有東西做那樣 就是你的錢窄在那裡沒有東西做 其實這個又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 錢不是看那個前景看得那麼好 就是反而你看美國這樣 怎麼看不好也好 那些資金的流轉是挺OK的 那流轉是帶同通脹 通脹是高的 那這個你在這個數據印證到 但是你看香港就不是的 就是流轉量不是那麼高的 然後銀行貸款那裡是好像一般的 它經常都是這個數據 那就是變成這裡的 港幣市場那個流轉不是很好 那變成了錢 塞在那裡 就是大部分是坐存款 那坐存款就坐低了 那你要金管高的出手 就是套高的 那另外第三樣東西就是說 那個 那個 那個最近那個美匯呢 一直弱的 那美匯一直弱 那你就港幣一直弱 照樣又不是很合理的 因為你美匯弱應該帶動 美元對港元都下跌的 美元對港元下跌就是港幣上升 但是你港幣上升的時候 應該是七半的 不是八半的 那你現在是站在八半那邊 藥方那邊 其實就是 就是美金已經弱了 你和它鬥弱 那其實又是一個問題 就是似乎港幣又不是跟美金 那跟什麼呢 你說人民幣很弱嗎 又不是 人民幣這段時間都OK的 那你人民幣又不是弱 那你究竟港幣為何無緣無故自己弱呢 其實當中可能是真的有一些 市場的流通性的問題 或者真的對前經可能看得不太好 變成有些錢錯了存款 那其實是反映整個貨幣市場的運作 是一般的 流暢的程度不是太高 那我這裡穿上一個話題 布斯說的現在美元都在弱 弱著不是在弱著 是 繼續 是 你說得不太好 不好意思 那美國加息周期呢 現在是不是接近尾身呢 那投資者這個時候 是不是要拋美元 還是買美元呢 早前你可以這麼說是市場是在炒這件事的 就是真的覺得那個通脹是開始下跌了 那應該聯儲局收手了 加上有銀行危機 但是最近的銀行危機呢 又被它掩蓋了 然後那些數據又好像不是太頑 那數據不是太頑 就是好像又要繼續加息了 就是看到最近的通脹 整體是下跌 核心就不下跌 那真的是不是真的下跌呢 都不太知道 那如果一直不是很下跌 那就是說5、6%通脹 核心是5.6% 現在的 那美國都很難說加多一個四分之一就算數 那你想著想著可能又怕它會再多些 那所以最近你看到那個美金其實又好像上了一些 那些美息又上了一些 你看那個美匯指數 你看十年息其實就 大到這些位 就是那個支持是多強啊 似乎不是太容易再對得太多 畢竟你現在說那個美金息 就是政策利率都在說加到5厘以上 那你十年那些已經跌了三厘多 一厘多兩厘寬 就是長短倒掛倒掛得不厲害呢 其實就歷史上是少見的 即是隨便有變錯了 要麼當然聯儲局加錯息了 現在根本就不應該用你 那一聲應該倒減 那但是你又沒有煲爆 沒有煲爆它又不減住 那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那變成那些十年啊 甚至兩年那些可能又要追上一點點 就是現在我想是處於一個膠著的狀態 又沒有必要看十年期息啊 或者未回指數 看得太過單邊 就是太過淡 那說真的就是 你現在在說那些通脹見頂 然後加息周期結束 然後再減息 這個不只是限於美國的嘛 其實其他國家一樣的而已 你看澳洲、加拿大那些都停了手了 接下來說英國可能會停了 玩多一會兒 然後到歐洲都停了 因為大家都差不多停了 要回頭了 那我又看不到為什麼 只是美金要跌了 就是其他那些貨幣應該都是差不多那個命運 就是那些息口到頂 接著大家都會回回 所以你現在就先炒美國 所以那些美金的息子先是看淡了 接著那個匯就先看淡了 那你看淡完之後到其他那些看淡的時候 那你的美金息或者匯都會收穩上去 現在就發生這種情況 就是說你看到美匯跌了100 那些10年長期跌了3厘 可能3、4 那就是其實不太下跌 接著可能站回運作上去 剛剛說的資金流動可能會出現了問題 那這個對銀行或者對金管局有什麼衝擊? 現在就沒有什麼衝擊的 就是因為你那個 我正說的那個是套騰的機制 不是十分之理想 那不是很有效率 很有效率就應該套到港美息差是零的 那個港幣價在7.8的 應該是這樣 那你現在又不是套到那個地步 那但是就 是不是很大問題呢? 那又不是說很大問題的 就是你現在是套騰那一刻做得不太好 那它幫你做了 但是如果你說去到 真的出現這些流動性問題 那當然有煲爆了 那有煲爆 就 就 美國都好像蓋析了 暫時說 那香港這邊 你那個 那個港幣價比美金價更低的話 其實它的流動性 始覺就更加好 但是當然了 現在我想不是那個流動性的問題 就算美國我也是這樣說的 就是它的問題是 一路加息加那麼厲害 在銀行甚至是企業的層面 它們那個營商的那個能力都成問題 就是這麼高息 那你怎麼做什麼生意呢?很難做的 沒有生意做的話 那大家都難賺錢 這個是一個很全球化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看到外圍有銀行體系的問題 甚至最近有些外面那些大名的那些 就是國際名的那些這樣的說法 都是說那個銀行會不會有 呈現一個系統性的資不抵債的問題呢? 就是當然了 你不一定說一家銀行都有事 但是其實說普遍銀行在面對著 那個資不抵債的風險是高的 這個是事實 因為你說的長那邊的息這麼短 短那邊的息這麼高 這個是香港一樣會面對著的問題 因為你掛了美金的嘛 變成你香港的Yield Curve 是和美國的一樣的 都是這樣倒掛的 所以銀行那個營商的能力是有問題的 那其餘是一樣的 如果你面對著一個動接五、七厘的 一個借貸的成本 其實你都很難說 在這個情況之下做生意 是吧?借五、七厘回來 那你有什麼生意可以找到十厘、八厘回報的? 這個現在這樣的環境很難看到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大家都面對營商困難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去到那個狼一埋身 就會有很多問題一起出現 這些其實很多人都知道的 就是聯儲局知道、金管局知道 但是你知道又怎麼樣呢? 你現在在這個位置做壓力測試 沒有事的時候的壓力測試其實是多餘的 就是找來做的 但是當你真的有事的時候 就是那些壓力是四方八面的 而且都不是說玩的 不是測試那個程度的 那你很大的壓力、擁馬力 往往也都不一定能頂得到 是真的可能會有些問題出現 那些問題都未必是你想像得到的問題 就是你很多時候 現在銀行的壓力測試 測試的流動性而已 流動性沒有問題 就不等於資產質素很漂亮 不等於你真的有問題上來 那個資用債是可以掩蓋的 因為你知道銀行那個 就是現在說的那個流動性的要求 其實都不是很高的 10-20%左右而已 10-20%的流動性 但是你今時今日呢 你之前見過那兩家出市的銀行都是 它突然間的流動性沒有 可以沒有幾成 就是這件事是可以一反反轉得很快 還有資產質素那樣東西都是 就是你現在看起來就好像沒有問題 但是突然間如果那個資產市場 誰都好 你要拿去某些東西 比如早前有些銀行 拿去某些AT1 那它一拿去的時候 整個市場就死了 那你變成那個流動性 可以一夜間變成很有問題 那你當然銀行 一般來說拿的那些 說國債你打到它沒有東西 但是總之有一些其他 可能是出問題 那你有些資產有問題 有些負債有問題 那你當中 如果那個buffer只有10多個%的流動性 其實我當你當你符合要求 Buffer全部都過了 你突然間一浪蓋過來 你真的不敢擔保哪間銀行一定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現在做到的事情可以這樣說就做了 但是你說如果真的有什麼東瓜豆腐殺過來的時候 其實沒有人敢說情況會怎麼樣 說回大陸的地方債問題 現在貴州省政府都是向中央要求打的 那些債就自己還不到 那這個怎麼看呢? 就是是不是顯示到中國 大陸地方的債務危機已經出現呢? 那這個省是不是被破產呢? 它的債務危機都是很長時間 已經很多年了 那當然就是 我想一浸一浸 零零星星 譬如說早年 就是去年厲害一點的時候 就在起河爆 那現在似乎那個情況就有些 就是有些轉了位 就是好像癌症轉位那樣 它之前就在地產商那裡 它現在就出了一些樓市蜜招 接著就叫做好像止住了 但是其實這件事情又不是 只是一個sector有問題的 整個大陸你譬如去發展商 去到地方政府 根本就是連銀行這三個party 跟他們連資一起去炒樓而已 那如果你就是樓市出問題 或者債市出問題 其實就是這三個party都有問題的 那三個party有問題的時候 你現在救了地產商 或者叫做有些事情做了 叫做頂住先 不等於銀行 不等於地方政府 沒有問題的 那你如果個別的去到某一些位 它真的那些債是到期了 它受不了了 那它就叫救命了 說爆了 但是如果你是零零星星 一個濕星省 跟著它說有問題 那沒有的 那它可能是私底下擺平 大陸最厲害的了 擺平了它又 那些叫做頂向防水 它又說擺平了 那又可以捱一輪了 但是都是那句 你的息口一路上升 或者那個資金質素一路向下的時候 你轉叉的時候 你都很難這樣 一次又定向 一次又定點就搞定了 就是整整壓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都很難搞了 那所以就是 就是最終結果 都是讓一部分的收檔 就是我看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說 在政府層面 你很難叫一個地方政府收檔的 就是最多就是 中央就啃了它 到時候就是中央肥胖 就是債務由 地產商或者私營市場 就升級到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再升級到中央政府 其實你看歐洲那些 美國那些債務 都一樣是這麼處理的 就是或者任何一個國家 最終那些債務都一直向上升 那你最近IMF出了一些數字 就是看到大陸那個整體的債佔 因為GDP大升了很多 就是跟外圍一樣 那這個我相信 就是它最終解決方法 都是債務轉帳一路向上升級 然後就是最終最高層包底 然後引人指教掂 就是都是不宜的法門 可以這麼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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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